落选总决赛也不达紧,后击饱发建制世锦赛。 中国女排国家队已经抵达了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举办地南京,从14人的情况来看,段放、姚迪、刘彦涵、张艺禅、孟子璇、高毅并没有随队前往南京,也就基本上意味着几位已经无缘参加总决赛了。 这次参加总决赛的只有三名主攻手,接应位置却有三人,莫名其妙地占用了主攻位置的一个名额。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只是一个商业比赛,和世锦赛,世界杯、奥运会是没法相提并论的。 从中国队各个位置的人员搭配上,有的位置一些队员还是需要再给比赛机会,利用总决赛的几场比赛进一步考察,比如主攻位置的刘晓彤和李颖莹,接应位置的岑春磊、杨芳旭和龚翔宇,副攻位置的虎明远和王源远,二传位置的刁李宇。 其实参加这个比赛压力也是挺大,特别是教练不放心才考察的几个人,给机会抓住了也就离世锦赛参赛阵容不远了,顺势上位了, 如果还是起伏很大,关键时刻掉链子,不要说是锦赛了,很有可能就此退或回到地方队。 也就是说表现不佳,随时都有可能被没有参赛的人取代位置的。 对于没有参加总决赛的队员,并不代表就没有机会了,只是暂时落后参赛队员或者不入教练法眼,只能留在北京继续充实自己的实力,把技术该完善的完善好它,心理方面该调节的调节好它,然后做好随时待命的准备,当机会来临时才能顺势抓住。 断放落选最令人意外,异传能力在主攻手里面目前还是最强,只不过升高受限,突破能力不够,相信教练不能就这样放弃的。 张艺缠,刘燕涵也算主攻中的老将了,综合能力上欠缺一点稳定性,姚迪今年应该说进步不小,可以调传了,发球也能跳飘了,就是不稳定。 孟子玄作为一年级新生和王孟杰,林立相比太嫩,高翼的发球和力量偏软,杨涵玉有伤未能尽显实力。 这批人总体来说最欠缺的还是稳定吧? 这段时间相信教练组肯定会给他们布置训练任务,为后面的比赛蓄力和储备人才。